大家好,我现在黑龙江大庆东站 今天从西城那边坐公交车一个半小时 终于到这边来了 我们过来走一走看一看 这边是公交车停车场 很多的公交车 正前方看到的就是大庆东站 今天雨已经过来了 下着小雨 所以说还是可以出来玩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 凉快啊,对吧 这点小雨不算啥 如果下中雨的话 是出来玩的话就基本上不行了 因为那个鞋子漏水嘛 因为这个网面鞋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防水 所以说这个小雨没问题 凉爽啊 昨天那个闷热哦 今天好多了 它这个雨过来以后 就像是那个能量释放了一样 所以感觉凉快多了 到这边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我要找到那个磕头鸡 实际上刚才坐公交车一路上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磕头鸡 但是下雨嘛 车窗上有水又不好拍 所以不着急 磕头鸡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 我一定会专程去拍的 我在路上发现了两个 像是公园一样的地方 它有很多的磕头鸡 当然路边上特别多 路边上多的话呢 你如果坐公交车的话 它可能没有站点 对吧 要么就打车又特别远 所以说我在路上发现了两个 那个公园一样的 有磕头鸡的地方 所以说那个不着急啊 找到就行了 大庆东站 西站跟这个应该差不多大 差不多 它这个我不说了吗 大庆这边的这个城区分为 东城区和那个西城区 我住在西城区那边 这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喷泉 周围有这么多的花 把它给包围起来了 这个喷泉还是 看着挺漂亮的 但是很少看到它开啊 远处那个巨大的烟囱 冒热水器的那个地方是 好像是热力发电厂 然后这边看到那个出口 像不像地铁的出口 有点像吧 有可能是为以后 建地铁而做准备的 有这种可能啊 因为大庆离这个哈尔滨 也比较近 将来可以直接把地铁 直接开通到哈尔滨 都有这种可能 从这个正面再看一下 大庆东站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这个站房的跨度 那是相当大呀 这个比那个西站的 那个跨度 感觉还要更加的大 本来我早上过来的时候 我看那个导航上说 坐公交车要等 等好长时间 它上面显示 你可能赶不上末班车 我心想我这大清早的 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这啥情况 我心想这个是不是 大清的公交车 时间要很长才一班啊 吓得我都不敢去等公交车 后来因为早上吃过早饭的话 又下雨 我又想去找客头机 问了人 人家说都离得挺远 我心想那怎么办呢 打车都没有准确的地点的话 你问直接问出租车司机的话 行倒是也行 但是那不他万一把你绕的话 带的话 还不知道把你带到哪里去呢 所以说那个不靠谱 所以当时我就走到公交站台去了 走到公交站台 然后我一看 我想到大清东站这边来 有一个叫快八路公交车 转二十一路 然后我就在那里等 等还好不到五分钟 快八就来了 所以说我看那个公交车速度挺快啊 然后那个 到那个换乘的地方的时候 是同站换乘嘛 同站换乘的话 基本上我下来等了也不到五分钟 那个二十一路就来了 所以说今天等公交车的时间并不长 并不像我导航上搜到的时间 要等好久 所以说这个说明他这个导航还是不精准 有的时候不能相信导航 就是实际情况的话 是不一样的 今天既然来到了大清东站 也就是东城区这边的话 那今天一天的时间就留在这边了 因为这边距离我西城那边 有十八公里左右 还是比较远的 好不容易来一趟的话 就先把这边的景点 今天基本上争取 抓紧时间把它都给它玩到 然后剩下的时间 我还是留在西城那边 除非我在西城那边 实在没地方玩了 有时间的话才会再过来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感谢观看